警捕狂吠 警示灯闪烁 警察封锁案发现场 今天约凌晨1点30分 普仲在野一间酒廊前面发生了手榴弹袭击 导致至少有6名男女遭飞溅的玻璃碎片割伤 送院急救 据酒廊一名员工透露 事发当时有约20名男女在酒廊外的露天餐桌 观看欧洲杯直播 突然酒廊外就传来了一阵爆炸巨响 当他出来查看情况时 酒廊的玻璃大门已经被炸得稀烂 玻璃碎更是飞溅满地 现场到处可见血迹斑斑 有关爆炸案 警方目前排除是恐怖袭击 不过会从私汇党寻仇 私人恩怨以及商业纠纷的角度展开调查 至于投掷手榴弹的嫌犯下落 警方还在调查未有进一步的消息 在u主小方面即可迷走 跟我认为您还想干净 臀 Diosmon帝 快点 谢你的 自己öh正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